都拉成语故事 举一反三 孔子、明秋、自仲尼 春秋时期鲁国人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 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 被后世统治者尊称为孔圣人 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 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教学时,孔子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思想 从教学方面而言 孔子反对填鸭式、满堂冠的做法 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 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 再进行启发、开导 孔子曾对他的学生说 举一余、不以三余反 则不复也 意思是说啊 我举出一个方面 你们应该要灵活地推想到 另外几个方面 那如果不能的话 我也不会再教你们了 后来 大家就把孔子说的这一段话 变成了举一反三这句成语 意思是说 学一件东西 要可以灵活地思考 运用到其他类似的东西上 举一反三 列举出一件事情 进而以此类推 知道其他许多事情 比喻从懂得一点 类推而知道其他的 形容善于推论 能处类旁通 善于学习 能够由此知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